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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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孩子给他的话 他也收不到多少的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接收器差呀 你比方说菩萨在不停地发射那种能量给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是个收音机的话 他这个收音机接收能力很差 那你就接不到菩萨的那种音乐啦 那种阳光啦 这种语言啦 对不对呀 那你说说对方没有收到 但是你拿出来的这十年毕竟是没有啦 没啦 没啦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呢 你拿十年出来发射 对方接不到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消防车开过来救火 这个火呢 在很远的地方 你水龙都浇不着 这你的水出去了没有啦 那出去了 那如果对方收不到 这十年去哪呢 师傅 这个十年就 这个水不就是浇掉了吗 浪费掉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针对这种问题就好好地念礼佛放生 是这样吧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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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师傅 谢谢师傅的辞理开车 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根据您的录音不是总结嘛 人在遇到关的时候 遇到关节的时候嘛 师傅说可以放四十九只甲鱼 一波 一波一波的放 也可以说是一千二百条鱼 一个基数 一千二 一个基数 一百条鱼 一千二百条鱼 一个基数 那配小房子是多少张小房子呢 师傅您开车一下 一般许的话 一般的话 小房子二十一张呀 你都可以的呀 二十一张一波 一波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师傅的辞理开车 师傅下一个问题 比如 你看 有的父母 就是说 有的父母和孩子的缘分 人家的孩子 就是说是 他去哪个地方 父母觉得这个孩子只要是开心快乐 平安健康 父母就放心了 但是呢 有的父母就是必须找孩子在他身边 给他找工作 就是在他身边盼着他结婚 是不是 这种现象 是不是 孩子 欠父母的 是不是 逼着他结婚 那就是孩子欠父母的 哦 就是必须让他在他身边 也是 他就是说 叫你不要离开身边 实际上就是欠父母的 哦 就是孩子欠父母的 是这样 对啊 你不能离开他你要还我债啊 哈哈哈哈 哦 那这个必须孩子要给父母念小房子 念到一定的量了 那父母就把你放下了 就随你去吧 啊 对啊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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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呀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女孩子 所以很多女孩子结婚 结婚结不了 都是父母亲的 父母亲的这个 欠父母亲的 你就跟着我在身边了 他就做不满意又不满意 所以他一辈子也结不了婚了 哈哈哈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是是是 你这样一说 我觉得我 我也是欠我 对啊 哎 都欠的 欠的多的呢 啊 这人生但是 要么就欠债 要么就还债 就这两种 哎 师父就是来了言 啊 了言 了言 那师父 你比如还他的话 可以转工的也还 是 你的小房子也可以还 是这样吧师父 都可以是吧 是是是是 啊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事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从中华藏统文化讲 有一个 有一句话 人就说 人不为己 天都地灭 其实大家都 对这句话 真的有误区了 这里的为 为字 是念二生 为 是修咬 修为 他就说一个人 不注重修咬的话 海南在天地立足 很多人都曲解了 这句意思了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应该是注重修咬 如果不注重修咬 就很难在天地立足 是这样吧师父 您开始一下师父 实际上呢 这句话呢 一般的人理解呢 你从字面上理解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啊 他们这样的理解 是另外一 从另外的一个层面理解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这个 讲错我们说 就是比方说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 你不为自己的话 这个世界是 好像就是 不符合逻辑的 实际上 你刚刚讲的这个 是另外一种 从高深的理解 明白明白了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等等啊 我跟你讲啊 是这样的 首先人是什么 人不为己天诸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呢 一种修养 是一种修为 啊 就是真正的意思 如果你不修生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为天地所不容 他是这个概念 哦 如果你不注重修养 修严 还能在天地立足 对啊 为天地所不为 不容 就是不能容 啊 不能容忍 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呢 就是 以为呢 就是好像人如果不为自己啊 哎呀 天地啊 都不容你啊 实际上 他真的是 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人不为 为 就是说你要自己的修为 嗯嗯对 对不对啊 自己要修为 对 你如果不自己的修为 你天地啊 都不能原谅你 就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你讲的太好了 啊 就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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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真的做传统文化 师父你多给我 传统文化你刚才讲的这个真的误区 真的太大的误区了 我告诉你这个误区 你从从这从那个小时候看那个经句里面就看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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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里面讲到一个一个一个曲解着中国传统文化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就像那个激公菩萨说句那句话 就肉穿藏过佛祖心中流 后边那两句话 他不不用了 他都不用了 那就不是 这就不就叫邪念邪思吗 嗯 对啊 世人若学我如同进磨道 对啊 世人若学我如同进磨道 他把这两句弄掉了 那这个这个断章取义了这叫 呵呵呵 对对对 明白明白 师父 师父您以后给我们多讲讲啊 好好好好 好谢谢师父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呃 讲说一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吧 问师父一个问题 嗯 当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过 佛言若若若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益余百千万亿节不可穷尽 无定义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 师父 这里说了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这种好啊 师父 念啊 念经啊 念啊 那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做念大微路心经 如果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天多少遍唯一呢 师父 是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 哦一百零八遍 那还需要祈求吗 师父 还是一样 一样祈求啊 因为观世音菩萨就七难解三毒啊 应二求啊 对对对 所以他才普现三十二 二种应化生啊 啊 对对对 应以什么生得度的力 对啊 你这个菩萨不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你这个要救度众生的话 你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懂得这些 菩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 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名号 你只要讲一讲观世音菩萨名号 菩萨就会来了 对不对啊 哦 明白明白明白 你说刚刚说一心称名 一心称名就是一心称观世音菩萨的 你接着解脱啊 那如 啊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是称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还是这样说南摩观世音菩萨呢 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全称呀 全称 啊 你如果要是没有 没有时间的话 你当然碰到紧急情况的话 你看 南摩大慈大悲救苦 就皇大灵感观世 你到了救命的时候 就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这么叫了呀 哈哈哈 哦 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有急事的话 你就说 卢台长就三个字了呀 你也不会说啊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卢台长 哈哈哈 哦澳洲东方华语电视台卢军红台长 太长了 直接叫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 啊 他这个这个 你如果被困 啊 被困 或者无量的苦 啊 逼身 让你身体上无量的苦 你这个这个这个 赶快要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明白吗 哦 或者你东西找不到了 或者你自己真的马上知道要出事了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马上叫 观世音菩萨就是 普明造世间的 普明造世间 嗯 对对对 观音妙世间 以前的首帝都读 观世音菩萨不为天宜 哎那师父 那个观世音 我问你那个师父 那你像师父 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之前 怎么跟菩萨说呢 去求啥呢 怎么说呢 你也想求什么就求什么呀 你没有 没有求什么你也可以念的呀 所以过去小时候看过一个漫画 这种人都是没有智慧的 对不对呀 说一个孩子看妈妈老在念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不停的叫妈妈 妈妈妈妈妈 哎妈妈 哎妈妈 叫他后来 妈妈妈说你干什么了 叫我什么事情了 他说哎妈妈 你这么一听到我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烦不烦 哈哈哈哈哈哈 小时候看见这么一个漫画 实际上你要知道 你这个叫上去是什么呢 叫上去就像个甘露一样的 哦 就像一种阳光 越来越亮 你照着自己心亮 照着菩萨心也亮 这个根本不是一种像人间的这种思维 去思维菩萨 对人间的一种啊 一种能量的一种照射范围 实际上这就是无知啊 用人间的东西看菩萨 你听得懂吧 哦 明白明白明白 那师父啊 彭明平有这么一句话 妙音观世音 凡音海潮音 彼圣世间音 世故虚潮念 你解释解释这四句吧师父 妙音观世音 你知道妙法 啊妙法 妙法里边有一个呢是观音 观音是观你的声音 那你你天天在念是不是叫妙音观音观世音了 对对对 你是不是从声音开始叫观世音菩萨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凡音海潮音 凡音海潮音是什么意思 凡音海潮音你想想看好了 海潮浪潮对不对啊 所以在观音在普陀山有个叫凡音洞 哦 我问你在天上声音是不是有回音呢 有有有有 海潮有没有回音啊 有有有有有 你看人家我们叫观世音菩萨 你要是在天上讲起来声音为什么 观观世音音菩萨萨萨萨萨 回音听得懂吗 听懂了听懂了 所以叫凡音观海潮音啊 海潮是不是有回音了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圣彼世见音 就是说你世界上所有的声音 你哪有声过观世音菩萨的声音啊 哎呀是是是 那个一念之后就解烦恼了 事故需常念 所以你必须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啊 哎呀明白明白了 念念勿生以观世音 观世音净盛于苦恼是何能为作医护啊 对啊 像你像你像你这种 这个这个就这像你这种东西你要 你你你学到这个了 你有这个境界的你问师父 那师父都回答得出的呀 对不对啊 你有些人问我什么 我只能问我儒太上怎么发禅 我只能叫你多念 准提神咒呀 你今天今天跟我讲观世音菩萨吗 我就跟你讲佛法了呀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说念念勿生仪 你做什么事情 你念了观世音菩萨之后 你还会产生疑惑吗 不会了呀 你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不会疑惑呀 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就这样 他说观世音净盛于苦恼是何能为作医护 哎呀真的是 还不懂啊 啊 观世音菩萨在净盛还不懂啊 干净不啦 啊 啊 这么纯洁 啊就像就像你们靠着师父一样 师父这么干净 这么纯洁帮你们 那你们对师父多好啊 对不对啊 那么在苦恼的时候 在有危难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就得到加持了 因为你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是不是会得到加持了 嗯对 是的 哎呀 哎呀 已经度过菩萨的很多的安慧了 好了 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善 师父 那么下次再问一个问题 有的人不是梦到家里的菩萨少了 或者是菩萨没了 到底是他的心不成 还是家里房子有药精神呢 如何去解这个问题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你说什么对不起 就是没关系师父 就是说有同学们梦到家里的佛台 不是菩萨没有了 或者是菩萨像少了 是家里有灵性 还是我们的心不成呢 两种都可能了 两种都可能 都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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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刚才你讲 观世音普大普门 我还没听说呢 我下次再问一个吧 到下一个问题 我正在跟我们的法师讲普门品呢 我把金刚经经讲完了 师父现在已经在整理金刚经了 马上出书了 太好了 这个都需要留在世人间的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理解师父的 所以有最好的方法就是 以事实来证明 对不对啊 心灵法门是证法 明白了吗 对 师父 真经不怕火力 对啊 对啊 爱国爱民尊纪守法 这个真经不得了的 含金量很高的 好了 对对对 好 谢谢师父开启 师父下一关题 就是现在很多同休睡的比较晚 就眼睛上 眼睛的白眼珠上 抽现了一些黄斑 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眼睛出现黄斑 并不代表你睡觉睡的晚就会有 是你的肝脏 肝欲啊 肝不舒服 经常发脾气的人 眼睛就会黄 经常吃东西单一的人 眼睛也会黄 经常泪过头的人 眼睛也会黄 听得懂吗 最黄的就是 听得懂听了 就是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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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眼睛眼白比较黄的人 一般肝出问题了 那吃着护肝您就可以了吧 师父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护肝您是 只是 治治 治疗这个 治疗这个肝 但是要全方位的 比方说眼睛 全方位 啊 眼睛比方说黄斑有了 有黄斑了 对不对啊 那么一般的从 啊 从那个 从那个医学角度上来讲 眼睛黄斑就是血脉不好 白眼球上有黄斑 对不对啊 什么意思呢 啊 就说明你的循环系统出现问题 那么所以人家就说睡觉睡睡的太早睡的太晚都不好 睡的太多睡的太晚也不好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还有呢就是说眼底眼底这个脱落的话有视网膜 视网膜有问题 啊 视网膜 就是说像视网膜脱落了 黄斑病变了 啊 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最主要的呢 跟肝还是有关系 还有糖尿病了 啊 还有这个一些病变了 玻璃体了 啊 这个视觉神经纤维受到伤害 嗯 时间太长了 看东西了 都会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时间太长看书本 写写字都没问题 你只要电脑看了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太长 对你的眼珠子就会直接起到作用 因为它是都是球晶体啊 球晶体电脑有辐射 对啊有辐射呀 一个是有辐射 第二个 它是一个平面 平面的晶体 那个文字的纸 纸张媒体 它没有 它没有反光的呀 你看 你看电脑上有反光不啦 啊有有有 好啦 你看写字的纸上有反光不啦 它没有 所以 所以你写一个小时的字 你对眼睛损伤最多5% 你如果看一个小时的这个板 损伤眼睛50%啊 哦 你说理了吧 在这都是医学医学界的一个一个科科学的验证啊 所以我跟你们说电脑很多小孩子为什么看了眼睛都下掉啊 你看眼睛 因为它是有反光体它是个晶体 你眼睛是不是像一个像一个荧光瓶啊像个晶体啊 对对对 你照镜子 你这眼睛是不是眼珠是晶体啊 你看 你看师父写稿子的时候我在在纸上写 我写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问题 我要是看看电脑半小时眼睛就模糊了 哦 现在知道了吗 哎这些东西我不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啊我都不知道啊 哦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知不到啊 哈哈哈哈 哦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讲了你记住了 所以像这种视网膜啊 鲁线啊就是神经的鲁头 就是眼珠子的神经鲁头 他们都非常怕受到刺激 所以你就看你只要眼睛突然就很亮突然就很暗 你眼睛是不是刺激啊 对对对对 我问你眼睛刺激是不是会变成王斑呢 眼珠子就出问题了吧 对对对对 啊 还有吗就是老年性的 老年性呢是正常的 啊 因为时间长了 用到后来 这个白的就不干净了 所以小孩子生出来眼珠子 这个底部都是白的 明白了吗 嗯嗯 啊 就是这样要懂啊 要懂啊 懂了懂了啊 谢谢师父您的慈悲心啊 开始 是否下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些女孩子嘛 就是心那个穿那个热裤 就是短裤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裤很短 就在波拉盖椅上 这样呃好吗 就是一些女孩子或者是小孩子小女孩子 穿这样的热裤 就是短裤 夏天太热在家里嘛就算了嘛 跑出去嘛 人以理智性啊 这些东西传统的 一个女孩子穿成这样总是不好啊 嗯 这个总是对对对 让人家想路飞飞 你也也是有责任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难看不难看了 明白了 嗯 对对师父的 师父下一个问题 当时师父给一个人看头疼 说他身上有灵性 这个灵性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的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7月15号 就说观世音菩萨 他说开始摄佛台的山水化 有阻挡不好继承的作用 所以摄佛台最好用上山水化装表墙壁 就说这个用山水化装表墙壁 请问师父 这里的 这里的山水化装表墙壁 他讲错了 不是山水化 不是山水化 知道吗 就是那个背景化 就是那个黄色的 哎 佛台的背景化 哦 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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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山水化那哪行 好谢谢师父的 师父下一个问题 有同学问 吃全素的同修念经之前 也需要念进口叶真言吗 师父这个问题 能念最好 能念最好 因为你虽然吃全素的话 你总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的呀 对对对对 嗯 嗯 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的 实力开始 师父 他问同修 遗传性的掉头发 应该得要念经了 遗传性的掉头发 最好就把叶障削掉 哦 你要削掉的话 那你就遗传性的就没有了 因为过去有一个佛友就是这样的 遗传性的脱发 结果我给他看一下 他家里有杀业 他的 结果果然 一问他 他祖上 杀猪 杀猪 他爷爷不杀猪 专门就是 就是拔毛的了 拿个钳子拔猪毛的了 哦 所以他就是严重性的 一代一代都是脱发性 油脂性的脱发 所以我就说你给你爷爷念经啊 他给他爷爷超度了 给他爸爸超度了 他自己头发就不掉了 真的 明白了 还有除了 我讲这个话 除了你很不当心自己的头发之外 就是说你也要注意 比方说要常洗啊 保持干净啊 这个都是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遗传性 从玄学角度 从脱发角度 实际上就是主上业障 可以这样为解吗 这个遗传性 你从两个观点讲啊 遗传性 一个是从遗传学上来讲的呀 遗传学上来讲嘛 就是父母亲的这个遗传因子里面起到变化 所以让他自己的孩子能够遗传父母亲的各种啊因子 那这种因子里面包括啊 这个对皮肤的敏感了 对肠胃的不好啦 胆囊炎啦 那为什么有些地方都可以遗传的呢 它就是一种遗传的病因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实际上就是爸爸妈妈的业障 就是抱不完给孩子留给孩子抱 抱的孩子 所以说负债子怀啦 负债期怀嘛 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 是的 负债子怀 哎呀 负债期怀 那师父 说负债子怀 负债期怀 那欺债负还吗 欺债负也要还的呀 老婆闯祸 你说老公要不要还啊 还还还还 相互的呀 哈哈哈 明白了 我听你讲话 谢谢师父 好像弄得来帮人家都要还一样 还还还还 哈哈哈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注意看 师父 有 有些人不是抽烟吗 他许了吃传素 如果他许了吃传素 这个抽烟是不是在传素里边 必须见 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 许愿出传素 最好不要抽烟了 虽然佛法没有明确规定 因为佛陀当年还没有抽烟的呢 对不对啊 如果知道当年有抽烟的话 佛陀肯定也要六戒了 里面有戒烟了 对不对啊 那佛陀那时候没有戒毒啊 现在还有人吸毒呢 吸毒 那你说佛陀今天还活着 他会要 会同意你们吸毒吗 不会的 好了 这就叫正能量 你说嘴巴里臭不了 抽烟 这里吃素 拜佛 在嘴巴里一支支烟 香烟 抽烟的人很臭的 你不知道啊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宁波人抽烟 这个音念的就叫 秋意 就是很臭的烟 哈哈哈 师父如果抽烟的人 念的经文值多少钱呢 师父 念的小房子经文 哈哈哈 这个不能讲 这个他 他要是 他要是抽烟 他嘴巴里抽烟 那他 他不念出声音来 他的小房子质量也蛮好的 哈哈哈 哦 他念出声音来 他有气场传出去了 那这就是臭了 那就是臭了 他一个臭在里边的 臭在里边的话 用脑子念就可以了 但是很难做到的呀 是是是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处理开始 师父有人问 师父说 一旦有汉心进入你的八十田中 一旦有汉心就进入你的八十田中了 师父说过哈 如果当时汉 过后忘了 那八十田中还有吗 师父这个问题 应该没有 没有了哈 好的好 一旦把它忘掉了 在你心中不留戒地了 而且这个忘记必须是念经 礼佛之后 嗯 才算真的没有 如果没有礼佛做最后的靠山的话 你 你就算当时忘记了 你以后一定会想起来的 嗯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开车 师父 嗯 魂魂魄被锁住该怎么办 有个人问 魂魄被锁住怎么办 师父这个东西 魂魄被锁住怎么办 嗯 嗯 很简单 魂魄被人家锁住了 就是魂被勾走了 哦 那么要还魂 还魂怎么样呢 坐在菩萨面前咯 磕头咯 打坐咯 嗯 要回来咯 哦 那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啊 让我 啊 某某某自己的魂魄归身 归身 啊 在那里面不停的念心经 念多少遍 光阴堂二十一遍呢 一次啊 嗯 多来几次的魂魄就回来了 哦 念完二十一遍魂魄 我心经 观世音菩萨就把这 魂魄就 就太后把这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是你自己 可以把你的本性的魂魄拉回来 不是观世音菩萨把你送回来 哦 观世音菩萨变成送餐的呢 哈哈哈 变成 变成那个快递呢 哈哈哈 不不不不 那 进去师父之底 哦 自己找到了本性了 啊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 师父 下一个问题 你边有个说法 节来的时候 男怕生日前 女怕生日后 意思就是 男的容易在生日前爆发 女的容易在生日后爆发 请问师父 这种说法 从玄学角度 呃 是这样吗 师父 您现在这种说法 男的怕生日前是吧 哎 女的怕生日后 啊 他实际上是有讲法的呀 比方说 比方说 男是属羊的嘛 啊 女的是属阴的嘛 阴的嘛 在后面 阴的在前面呀 他就是这个理论呀 对不对啊 就是说 阳的 啊 这个是冲在前面的 阴的 是在后面的 嗯 那么冲在前面 和在后面都不好呀 所以他就说 男怕羊 男怕浅 女怕后嘛 就是这个道理 哦 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你想想看 举个简单的例子 女人怕人家背后 老被人家讲呀 女人很 很麻烦的 很 很怕人家背后讲他呀 对对对 男人呢 怕人家抢他的道啊 怕抢他的位置啊 对 对对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的 师父 我再问个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 很多有的青少年 沉迷于网络游戏 无法自拔呢 断都很难断呢 师父 很简单 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影的 上了影的话 实际上这是着魔了呀 网络也会着魔的呀 不看难受的呀 嗯 现在很多人 不看网络难受的呀 明白了吗 对对 对对对 好了 哦 那师父是不是就念 着魔呀 着魔不念经呀 只有念经呀 没办法 嗯嗯嗯 好的好的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吧 何为无碍大悲心 如何证得 如何证得 就是说无碍大悲心呢 师父 无碍大悲心 就是说你今天要做善事 要对别人施舍 要帮助别人 你不能心中有任何的阻碍 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今天要去帮别人了 一想哎呀我帮他我今天有时间吗 哎呀我今天这个还没做 这就要有爱了 有阻碍了 今天你要去帮他 哎呀会不会他说我 他他会污蔑我啊 他要在想我有什么目的了 我又没目的的了 嗯 那这都叫有爱了 无碍的话 就是说我帮你不就帮你了 我从来不想 人家怎么想我的 我要帮别人我就帮了 人家人家怎么想是人家的事情 你是真心帮人家就好了吗 人家怀疑你说有目的的 啊要做模范 那你不你不怎么想就好了吗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您在对五万大中说 功德不是说随便转绕的 你要你要是已经有自己的功德 你转让 你转让是你的境界 你这个功德不会跑掉的 还是你的 请问师父 这句话 什么情况下 功德转了对方也说不到 师父 转给别人容易 转给他人 转给家人容易 转给他人难了 这个问题 师父您接受 要他接受的呀 你转功德 人家不接受什么用啊 其实你季风信 人家说查无此人 人家把你退回去了 你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功德 人家给你功德 你要收的呀 人家给你礼物你不收 退回去了呀 嗯嗯 那师父打个比方吧 不用通知他跟菩萨说 把这个功德给他求菩萨保佑 他交代解量 对方会能收到吗 这个问题 你说收得到不了 收到了 呵呵呵 又收得到又收不到 第一他有没有能量接 哦哦哦 呃 有没有能量接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第二他有没有这个能量去接 第二他有没有这个 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啊呃 呃 就是自己的功德够不够 哦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无功不收录 今天你帮不了别人 你收人家东西干嘛 对对对 是不是他的有这个福德去承受你的 对啊 安慰 对啊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了 你你今天供养和尚 那就没问题啊 你今天你自己不是和尚 你接受人家供养了 你过出门就摔跤了 对你承受不起厚德 啊 我们有一个人 就是他啊 啊 不应该供养的跑过来去 要供养啊 给了他了 粉碎性骨折啊 躺在床上两个半月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是 五百 公内五百 只是五百块钱 就这个样摔的这个样了 因为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恋财啊 你没有做善事 你没有做功德 你怎么可以 可以去去拿众生的供养啊 对对对 你受不起 受不起的呀 嗯 明白明白 好好师父 谢谢你的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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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师父 喂 你好 刚才那个事情出来了 喂 看着孩子 喂 师父好 你好 哈哈哈 晚安师父 你们这些小伙子 平时都在讲经说法 都是讲这些东西 师父就很开心啊 一个孩子能够把精力都放在这种地方 真的好 喂师父你听得清楚吗 听得很清楚 嗯 啊好好好 弟子给师父听了 谢谢 师父弟子有的时候听得不清楚 抢话的地方 嗯 请师父原谅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符了师父 嗯 没事 想讲吧 啊 师父 嗯 以前有一个师兄的女儿回国了 就是突然他那个腿上被蚊子咬上了好几个那个大包 但是他现在已经就是呃发痒了 嗯 就是特别特别的红肿这样的 嗯 请师父开始一下像他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来念经跟那个小房子是吧 红肿的话嘛 就是要消炎呢 从物理上来讲要消炎 啊 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对 说明他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说不干净 啊 师父是他今年十九 对 完了他回国之前可能是不小心吃了一口鱼 哦 他实际上已经是说吃吃那个全素了 哦 这是唯一的 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 嗯 咬咬一口就让他长得很痛 嗯 是的是的 那师父那像他这种情况 应该是怎么那个念这个呃 礼佛呢 念多少遍是吧 他 好好念咯 像礼佛们就好好念了 像他这种已经属于做错做错事情了呀 做错事情听得懂不了 啊对的对的 因为他已经许愿就是说吃全素了 嗯 是啊 啊 就是这样啊 嗯 嗯 那那师父他那个小房子应该是怎么念师父 就是一般一般的二十一或者四十九嘛是吧 你叫他要好好地忏悔呀 这叫忏悔的呀 他不忏悔怎么办呢 啊 让他好好忏悔 这就百分之一百违愿 啊 百分之一百违愿 他违愿的话 护法神已经给他很小的了 已经给他很好 你咬一口嘛 身上也来一口呀 哈哈哈哈 是了是了是了 因果丝毫不爽了 哈哈 啊 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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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 嗯 嗯 啊 好 下一问题师父好 如何理解佛陀身上 身体是宇宙人生中的真相 融化在宇宙空间中 无处不在 正得诸佛的空性既见如来 这样理解对吗 请师父开始啊 再讲一遍对不起 嗯 抱歉的师父 对得多的可能是不清楚 看师父 啊 如何理解佛陀的身体是宇宙人生中的真相 融化在宇宙空间中 无处不在 正得诸佛 诸佛的空相既见如来 这样理解对吗 师父 其实你讲的佛陀的身体 并不是佛陀的身体 是佛陀的这个智慧 佛陀的般若 融化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 听不懂啊 啊 他这个空相是什么 空相就是佛陀的佛法的最基本的理论呢 就是空性啊 空相啊 你对不对啊 啊 对对对 啊 为什么叫空相啊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一百年之后 对你来说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空相啊 因为因缘生的一切法 他没有自信的 听得懂吗 就是空的空的空的状态 所以佛法讲的 诸法皆空 对不对啊 因缘生的法 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在几在几百年之后 你说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是不是空的 谁跟谁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那因缘你今天跟跟跟过去跟一个太太两个人很好 结果离婚了 几十年之后 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是不是因缘是空的 对了是吧 那你小时候的老师你能记住几个啊 全忘了 因缘空啊所空啊 你过去住过的房子有多少啊 你现在从小的住的房子跟现在肯定不一样的嘛 是不是因缘果空啊 好了 嗯对了对了对了 好了 好感谢师傅 师傅开法会的时候会说 会说某某菩萨来了 佛陀来了等等 见法诸记见如来 师傅已经见证了佛性 是否随时见到佛陀 师傅 你的意思我没有完全明白 就是说师傅可以见到菩萨 后面呢 后面什么意思啊 啊不是啊 师傅是这样啊 师傅开法会的时候 会说某某菩萨来了 佛陀来了 等等啊 见法者记见如来 师傅已经见证了佛性 是否随时见到佛陀呢 是这个意思师傅 啊 见证了佛性 是不是见证佛陀 实际上 见证了佛性 里面就拥有了佛陀呀 因为这个本身比方说 这个佛性就是佛陀所传制法呀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好吧 你看到法律 你是不是想到 制法者啊 你会想到 你会想到这个法院啊 执法的人员啊 对不对啊 或者你会看到 那个 最高 最高这个 这个这个 人大这个 这个 制定法律的机构啦 对不对啊 这一切 实际上 都是因为你所拥有的这个法 你才能明白什么 什么是法 是啊 那些执法者 实际上师傅告诉你们 我自己看见我 用不着告诉我自己的 告诉你们 增加你们的信心 告诉你们很多人真的看见了 他们就会验证说 哎呀 原来我看到的是真的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好了 好下一个师傅 啊 请师傅开示 开悟的见空与 偏执的见空的区别 感谢师傅 开悟的见空是吧 开悟的见空 见空 见空 与偏执的那个见空的区别 感谢师傅 开悟的见空吗 真的不到宇宙 宇宙真理了呀 这个啊 这个 这个明星见性了呀 不开悟的见空吗 好像是 好像是我想通了 那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呀 有一种人 是彻底测误人间宇宙的真理了 它是真的是叫见空 对不对呀 那么有一种人呢 碰到烦恼了 哎呀 算了算了 我知道这世界搞不好了 苦的了 这个样子 我算了算了 我也不要做人了 这是不是叫偏执的见空啊 他在某一个方面 他在某一个方面想不通 他叫见空 见到这个空性 如果全面的了解了这个宇宙 本来面目 和宇宙的真相 那 叫悟性的见空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啊 好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开始 想严寿的人要多求普贤菩萨 啊 普贤菩萨管严寿也管得很厉害 可以祈求普贤菩萨 我某某某要顾持 嗯 清典法门 请普贤菩萨给我们严寿 啊 请问师傅 我们 你这样求可以吗 可以的啊 普贤菩萨也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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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德性的一个菩萨 你听得懂吗 是的 他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成为四大菩萨之一 嗯 对不对啊 四大菩萨 你现在能讲出四大菩萨吗 啊 啊 观世音菩萨 啊 地藏王菩萨 文殊菩萨 嗯 很好 明白吗 为什么 为什么说普贤菩萨呢 啊 普贤菩萨你要记住 首先 啊 观世音菩萨 我们说是悲 对不对啊 文殊菩萨是智 对不对啊 对 普贤菩萨是 啊 普贤菩萨是行 行愿 对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 他们里面这个四个愿 都有本愿 啊 因为普贤菩萨是 你看为什么 李佛大采会坟最后有普贤菩萨 啊 对不对啊 啊 是啊 啊 因为普贤菩萨没有退转的行的 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没有退转的 他是不是一个时间的做善事 他做任何事情不是一点点利益众生啊 他是永远永远一辈子几辈子就是利益众生的 行是什么永远去做 没有疲惫的去做 听懂了吗 听到呢 听到 那么为什么我问你 你一辈子在做善事一辈子在做菩萨的事情 你是不是受惠常啊 对的 是吧 好了 他有这个愿力 你是不是受惠常啊 我问你一个人如果一直不懈怠 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菩萨一直会保佑你啊 对 好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好 感恩师父 下一问题 啊 诽谤正法有地域之之报 但佛法僧三为一体 如果诽谤宣说正法的大德高僧 其实诽谤的不仅是某一个 而是同时诽谤佛法僧三宝 因为正法乃是佛陀和诸佛菩萨所传 而而尽谤是正法注释的表征 请师父开始 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啊 请师父开始 应该是的 嗯 应该是的 因为你要知道菩萨的言语啊 菩萨的一行一言啊 一言一行啊 都是表法的呀 所以为什么佛法僧三位 为什么生是起到什么作用啊 表法的作用啊 所以为什么生人要如理如法 你想想看 如果生人不如理如法 怎么不下地狱啊 是是 我问你一个一个一个国家干部 不好好做事情的话 贪章枉法的话 你说是不是要进监狱啊 对了对了是吧 就这样啊 有什么道理 嗯 啊好 下一问题 末法时期任何弘法人 弘法都会遇到啊 诸恶的语和诽谤 有的同修会经常分析和反击这些妙论 时间长的会产生一种嗔恨 需要花很大的啊 那个啊 力量去纠正自己 请问师父 在护法弘法中保持如如不动 不受恶言 这个是这个是自修的 还有一种是啊 成为一个护法 作为护法的话 你应该啊 不跟他去争辩 但是写正能量的东西贴上去啊 让大家擦明眼镜眼镜眼镜能够明亮 能够知道什么叫正法 比方说他经常在诽谤人家的法门不好 你就可以告诉人家这个法门怎么好 对不对啊 啊对了对了 你你用不着跟他斗嘛 对不对啊 人家说这个不好 你就告诉他佛法讲的凡是诽谤别人的 他本身就是有心魔在身上 他就是没修好 那么到底谁是魔谁是正啊 那么就不清楚了吗 我问你骂人的人是好人不啦 不是 你看你披着菩萨的外衣 你说骂别人不好 你说这算是一个菩萨不啦 啊不是 好了明白了吗 嗯啊 师父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是平时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跟人披兵指 但是我们也要是把我们的观点去去要陈述一下 一定要的 啊对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谎话说千变 在人间这个污泥浊水当中 会损害很多人的毁命的 啊是的 我们也要是说红法的时候 不跟别人斗 不跟别人斗 不要跟别人斗 阐述自己正面的观点 对不对啊 那不就好了吗 对的对 我不跟你斗啊 啊我就讲了 就讲 你说不好我们就把好的事实拿出来就好了吗 对的对的 好 感恩师父 师父您说就是说 就是说像同修一家已经都是设了火台 但是说不够庄严 但是有些师兄发心 就是说想帮他换一个大的火台更庄严 重新帮他设一下 这个算重新设一个火台吗 师父 对啊就算重新设一个火台 这很好啊 对那有的师兄就许愿了就是说算设多少个火台 那也算是重新的一个火台对不对 对啊这算的绝对算的 是的 好感恩师父 师父您上次开始说的那个佛具是不能落地的 但是有些同修是发心的 发心就是所有的佛具都是免费的 因为他进了一批佛具 但是他这个佛具啊因为要是开箱验货 因为怕有一岁的东西 你必须得当时检验 因为这个佛具呢 它是在直接落地的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 啊这没关系的没关系 众善风行 啊啊是的是的 啊那师父就是 不是说心里面说 我们这一批的这块的火具 要是给人设火台了 但是这块的火具是不能放在地上的 对不对师父 尽量不要放在地板上的 佛具放在地板上干嘛 但是他进来的时候 箱子放在地板上 那是正常的 一箱一箱的佛具进来 放在地板上 完全正常的 你顶在头上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啊那师父那我们比如说要拿这个佛具 说啊要去给某位师兄家设火台 但是这个佛具已经就是说是 嗯在车上了 但是如果在往下拿的时候 就是这个佛具是千万不能放在地上的 对不对这样 啊没关系的 这都没关系 把人家设火台放在板凳上了 都可以了 因为只要是箱子你就放底就没关系 有有那个主格物就可以了 嗯 啊好好好 嗯感恩师父 啊师父 啊 嗯 下一问题 有一位老妈妈常年在国外生活 在国外呢 就是做衣就是做这个 啊衣服比较困难 她最近回国办事了 想这个机会把兽衣做好了 带回国外 请问师父在这选举上可以这样做吗 师父 可以 她可以做 但是总不太吉利 啊是的 我们都知道 听师父开始过说的 比如说像墓地呀 一些关卡呀 都不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老妈妈就是 比较听师父的话 啊 讲上师父 讲老实话 为什么人家孩子要帮你做后事了 做后事就是 之后的事情呀 你后事为什么放到前面来做了 举个简单例子 不好听的话 对不对啊 你这个这个吃饭还没吃了 对 你已经把那个马桶放在边上了 反正吃饱了 总归要有的 你说可以吧 哈哈 哈哈 这人生出来要死的 你不可以做的 那你要给他听录音的 对不对啊 嗯 不可以的 这个这个东西 要随缘的 嗯 要随缘 好好好 感恩师父 师父 小房子上 可以写消业障 我们怎么祈求 因为每个人的业障不同 比如说杀业很重 说我的就是说 邪言方面很重 还有的就是说妄语 他这个写这个小房子跟菩萨起求的时候 还是泛泛起求呢 还是说针对某一件事情去消这个业障 比较好吗 小房子上写消业障 泛泛的起求 但是嘴巴里跟菩萨讲的时候 就要把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要讲出来 观世音菩萨大吃大悲 啊我摸摸摸 对不对啊 啊经常犯邪引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化解我这个恶缘 啊我今天烧多少张小房子 嘴巴里要讲的 明白了吗 啊嘴巴里要讲的 但是他跟菩萨不能说了 我这个是给我身上的药精的 对不对师父 只能是说你消业障的 对不对师父 对啊因为你已经小房子到写的消业障了呀 啊啊好好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啊师父下一问题 就是我们帮助师兄社佛台知道功德很大 但是我们这么祈求不知道对不对 如不如理如法 请师父开始 祈求师可以这么说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某某今天祝援社佛台 若有功德把我今天社佛台的功德 消除我的业障 或求某一件事情 师父这样可以吗 师父 可以可以 嗯 好感恩师父 嗯 下一问题 啊 通修 通修在佛的圣诞大的日子里多念礼佛 比如二十七天针对身上最大的业障来忏悔 是否下一问题 通修总能感觉到嘴巴里甜甜的 有的时候一天念经或者小黄的数量比较少 有的时候感觉出这种现象 有的时候感觉出能带去一两天 请问是否菩萨加持还是念经的质量还是有问题呢师父 没什么问题 嘴巴里甜甜的两种呀 一种自己糖吃的太多啊 有时候反胃的话 它就会有一种甜甜湿湿的感觉 在你咽喉部位出现的 嗯 啊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在胃里 在胃里如果太多的东西 它就会从你咽喉管就会反射出来啊 啊 是了是了 好 下一问题师父 如果五行缺火 是否可以多穿红色的衣服 还是穿自己和图层颜色接近的衣服呢 哪一种比较好师父 五行缺火的话 你要看呢 你最近最好不顺利的时候 你就多穿点红衣服了 火旺不高 那多晒太阳了 对不对啊 啊 多晒太阳 啊好师父 最后的一个通修的反馈吧 师父 啊 弟子读一下您休息答案师父 师父 一个通修就是 嗯 2011年学习心灵法门 因为他就是在啊 6月19的时候 接远到了观世音菩萨这个心灵法门 因为他以前身体就是多处的 比如说是啊 牛皮卷口腔溃痒 都是无法医治的 大医院小医院去了很多 但是接远到心灵法门以后 他就是看师父的图腾 知道师父讲的那个这个因果 他就是知道了 他就是开始念小房子 念小房子的时候 嗯 因为以前他没有是改了那个名字 你改了个名字的时候 他就是梦到了下面的有人在查 说这是谁谁念的小房子 在伴随梦醒之中 他觉得嗯 就是嗯 当时是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听师父的录音他知道了 他通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念了近百张的小房子 他的身体明见的好转 口腔溃痒和牛皮卷 到现在都没有复发 真的心灵法门太凉了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灵验的事情层出不穷啊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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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彩蛋你好 你好 讲短一点啊 人家对你意见很大 讲透了 早上问不答我给彩蛋打电话 嗯 彩蛋 彩蛋叫我 还没有弄到我彩蛋家 还没有弄到我 下次才打是什么意思啊 彩蛋 还没有轮到你们就是叫你少打 哈哈哈哈 叫我少打 不是叫我下次打 可以打透了 呵呵呵 少打话讲不清楚的人 少打 语言障碍 明白 你语言障碍听不懂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世界障碍 台湾跟我架势一下 让我语言没有障碍 上辈子经常骂人的人 这辈子就会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的人说明智慧还不开 听不懂啊 哦 哦 上辈子我会骂人啊 你说你现在会骂人吗 会 会 好啦 哈哈哈哈 嗯 同学姐 问一个问题 师父曾经开示过 学佛一人佛带身边 学佛两人佛带身边 学佛三人当得佛卖钱 师父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师父如果我们在师兄们身上得到利益 算不算跟佛卖钱 都是不好的呀 一年佛在身边 两年佛在天边 三年佛当着佛卖钱了 你想想看修不好 最后还要利用佛法来赚钱 你说这种算不算恋财了 算 好了 一点点也是算啊 我问你偷一点点东西和偷大的东西 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了 都是偷啊 哦 没有 哦 明白 我说智慧不开师父 是不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 我们都不可取 请师父是被开示 关系到自己利益并不是什么都不可取的 并不是的 主要问题就是说 能够帮到别人实际上就是帮到自己 那么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你能够帮到别人自己也能受益 所以你去帮别人的时候知道自己也会受益 这个就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啊 哦 明白 只是你 只是 只是 我碰到一只小老虎跑到我家来 我把他受益 这个小老虎很凶 这个是什么意思 哎呀麻烦了 你又碰到个女人了 嗯 啊 你要碰到个女人了 你要跟这个女人好起来了 这个女人 不会了 啊你试试看了 你大概不出半年嘛 嗯 不会了也不会了 啊 等等 呃 对不对 我梦到一代一个陌生的家里 我没有去过那个家 我 我请一个风水师傅在看个看风水 镜头一转 我到在家里面了 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 这个是我以后去不好还是未来的梦 我就跟你说了 你今后将来找到个女人 你会很 可能很喜欢她 可能这个女的还有孩子 拖着来 哦 这个也是不好的梦了 啊 我不知道 这是缘分的梦 好了 哦 等下把等下不认掉了这个梦 哈哈 我不知道 啊 反正缘分来的时候逃都逃不掉 像你这种人 哦 可以对你姐姐送话姐姐吗 姐姐送 你姐姐都贴在脸上都没用 哈哈哈哈 我睡到脸上没有用了 睡到心里就有用 明白 明白 啊 明白 啊 我哥哥讲 早上的孩子累了七张小房子 他喝错了一个 整一个月了 他是 2010年的属老虎的 是小房子不够还是什么 你说什么 我听都没听懂 没有 我哥哥大三孩子 他是 啊 属老虎的 201 2010年的 男的 他讲给他这了七张小房子 他吃扣 吃扣了一个 一个月了 咳嗽 什么叫 折臭啊 折臭一个月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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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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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了 臭你个混蛋 你 语言不好 语言障碍 咳嗽 你记住了 语言障碍就是脑子有障碍 将近这种人就叫脑子有障碍 哈哈哈哈 好 好啦 一百天 做好时间准备 三个月 啊 明白了吗 咳嗽 我个个孩子他两天了 七张小房子 还不够吗 不够 你个个的小孩子得的是百日咳 要咳一百天 哦 咳一百天啊 一百天就三个月 如果捏得好一点两个月 听不懂啊 要给他多一点小房子吗 要多一点小房子呀 你肯定要多一点小房子啦 小房子越多咳就会越小啊 所以你呀不停的要给他捏小房子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要那多少姜呢 台长 小房子要念多少姜啊 念到他可修好危机呀 哈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哈哈哈哈 台长敢吓到这气场帮我 才是讲大两句 用十十口罢的口罢 讲两句 哎呀我现在不敢讲你了 因为 因为有的听众说 台长学你学的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 没有问题了 现在你要自己好好的努力呀 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一种愚痴感呢 你这个人真的很愚痴啊 你要会总结你过去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会被人家骗 因为你第三波被人家骗又要来了 听得懂吗 啊明白 记住了第三波的骗又要来了 你已经两波被人家骗过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现在应该不会了 我们去台长的一个不会了 哦 不会了了 不会了了 OK 好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实际你好 没有想到感恩 是不是感恩,感恩师傅 您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哦 哦 对不起师傅 哦 这个先问一下就是关于一个问题 这个师傅 就是说放下只是暂时的意念控制很好 这能量是不是不代表 他就没有不好的意念 对吗 那当然对啊 你放下有分暂时放下 永久放下 还是顿悟还是见悟 他都有讲究的呀 你说你这件事情放下了 不代表你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所以在其他的事情上 你可能还是不开悟的 明白了吗 那如果经常有不好的意念 是不是表示他的业障很重 还是说他的戒律没有守好呢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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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怎么就是能够分别的出来呢 业障来了 业障来了 怎么会分别不出来 你自己想不通了 不开心了 这些都会的呀 那就是说 有不好的意念和不好的觉受 是不是身上就是有魔杖 有心魔 对啊 然后我们你有感觉 你感觉不好 感觉是有心魔了 就是有心魔了呀 人的感觉都很准的呀 我问你 你感觉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人不舒服了啦 对啊 那你感觉心中有心魔 感觉想不通 那是不是你有心魔了 对啊 那我们怎么针对去除呢 就是除了求菩萨 念经呀 想通呀 多听师父的白化佛法呀 这个白化佛法就是一剂良药啊 你看了之后会人会想通的呀 那师父就是我 就是针对我 我自己 我就是有时候会感觉我心中 就是有股很 就是不好的灼气 就特别想把它给吐出来 然后我是针对这个的话 我是不是需要念经了 就念心经 或者是你小房子呢 灼气嘛 就是不好的气场呀 就是有生气呀 实际上经常有生气的人们 就是等于有灼气呀 吐出来怎么吐啦 就忘记嘛 就不要吐了呀 忘记呀 忘记呀 忘记不掉嘛 你就吐呀 吐嘛就是到卫生间去 就自己去讲嘛就好了 时间 一直一直忘记不了 时间讲的多了嘛 在白天也讲 在外面也讲嘛 就神经病了呀 听不懂啊 就是 那行 那时候我再问一个 你偶然的 比方说你有一个事情 很不开心 对不对呀 你完全可以吐啊 你就跑到卫生间去 这种事情 这种人 哎呀 这种世界 这种人多得很呐 算了吧 我也不要去跟他搞了 好了 吐出来了 如果你跑到外面 不停的再讲再讲 那么就神经病了 就放不下了 吐不进 放不下 听不懂啊 是不是 师傅 就是因为我老子感觉 心中的灼气 是不是因为 这个我在医院上班有关系啊 那肯定的 你看见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看见人家病痛 那怎么会没有灼气啊 那肯定的肮脏啊 医院里的病人 哪个不是有灵性的啊 基本上 百分之五十 六十七十都有啊 因为我现在就想说 就是把这个国内的那个工作给吃了 然后来这边留学 请师傅 加持一下 感 然后我现在 你自己考虑吧 你自己考虑吧 反正你这个 你反正就 讲 讲心里话 想你 像你这种孩子 要好好修的话 前途还是有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接下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 就是我想问 就是做了一个 有个同修 做梦 梦到有个同修 在梦里面 他跟观世音菩萨祈求 说祈求保佑师父平平安安 保佑心灵法门平平安安 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好啊 就是他替观世音菩萨 他替心灵法门替师父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说明他在心灵深处 他很爱护师父 也很爱护心灵法门 这还不懂啊 那就是这个祈求 就是能不能 就是也请我们那些佛子们 也可以做相应的 这样子祈求呢 保佑师父 保佑心灵法门 这种都是随缘的 我从来不叫人家祈求的 就像做人一样的 你要带人家好 是自决自愿的 我从来没叫人家放声 很多人帮师父放声 对不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 我这个人做人 我不求求人家的 对不对啊 师父辛苦 我们很愿意帮师父求 我就 我不好意思的 大家 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觉得你们把自己修好 对得起菩萨 对得起自己 这辈子能够闻到佛法 我觉得你们已经很好了 明白了吗 我们一定好修 一定好修 就是有 对不起啊 师父 没说 我没说呀 那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 帮同修问 同修 由于之前对佛法概念不了解 上香的时候 跟菩萨说 我一定好好法布施 弘法立身度人 行菩萨道 菩萨想问 行菩萨道 是怎么样理解 我之前理解 是好好法布施 弘法度人 就是行菩萨道 在平时守戒方面 没有考虑需要注意哪些 比如做不到五届时尚 是否违愿 由于自己对概念方面的不了解 乱发愿 可以补救吗 如果违愿 但自己境界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我们如何补救呢 请师父开示一下 境界没那么高 当然要补救 补救们就不断地修行呀 所以六菩萨命们 好好学们就好了 精进啊 对不对呀 好好修我们就是精进呀 要忍辱啊 所以六菩萨命就是六种修行 最好的方法呀 你说你在一个人生当中 你要不要忍辱了 要 好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感恩师父 要不要精进了 要 一定要精进的 那么 那么是不是 六菩萨 六菩萨命就是叫你要精进 要持戒 对不对呀 嗯 要持戒 要忍辱 你说要不要了 要 你说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能禅定 什么事情定不下来 你这个人怎么修行啊 对啊 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学会啊 你如果不失的话 你这个心中哪有慈悲啊 一个人永远不肯给人家的 你说这个人 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成为一个无畏 无畏的人吗 对 是的 对啦 人家不开心 你要去安慰人家 也叫捕师啊 对不对呀 对对 你要持戒吗 不持戒的话 你不是做坏女人啦 嗯 不忍耐吗 离婚 不静静吗 就倒退 不禅定吗 就没智慧 愚痴 对不对呀 嗯 好了 没有智慧 就是不行了 嗯 对 没有智慧 就是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白修了 对了 嗯 请师父加持 我让弟子也是开智慧 嗯 然后接下来 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就是有师兄说 家中佛台的香炉 不能超过八寸的 十二寸的香炉 放家中佛台上 过 就是太大 压不住 这种说法 如理如法吗 从 根本 根本不是说 如理如法 这个就是自己 想出来讲的 就是说 大庙放大香炉 大佛台放大香炉 小佛台放小香炉 你要根据你的 那个位置来变的呀 什么压住不压住啊 香炉压住菩萨 我知道 我这些都是 人为的想出来的 很多人师父讲一句话 他就自己编啊 编啊 后来再反馈到我这里 来的时候 说是我说的 我根本没说过 好好好 知道了 那有一个 那个同修 加佛台长 1.88米 宽 0.82米 那他是需要用 大概多少寸的呢 不可以啊 当中呢 像碗大的就可以了 像一个碗呢 这么大的都可以 哦哦哦 好好 然后师父 我再问一个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呃 就是有两个同修之间啊 就是呃 他能经常梦到他 那梦里面的 那个同修 另外那个同修 对他也是很好 但是现实上当中呢 这个同修 对梦中的那个同修 就是会害怕 这是什么因缘呢 上辈子 两个人有缘分 恶缘 不知道 也是善缘了 恶缘应该 恶缘啊 但是梦里面 他对他挺好的 梦里对他挺好 就是善缘 那那现实中 就是见他挺害怕的 他很害怕 如果两个人接近了 就就喜欢了 嗯 哦 好了 感恩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 他他想问一下问题 师父好 啊 您好 师父是这样子的 我帮同修问一个问题 啊 同修想问 基柱侧弯 很严重的 基柱侧弯是 钱是什么业障 他应该为小孩子 去问念什么经 哼 要讲吗 几柱 几柱那个 那个那个弯的这边 习行 跟你说 你叫他妈妈 不要太不开心了 像这种 很多孩子生出来 那个人家说 居楼病也有的 像这种病啊 嗯 是的 我告诉你啊 叫他妈妈 不要不开心啊 师父讲实话的人 我是没办法的 我是讲实话的 前世 前世是畜生 听不懂啊 投胎 哦 这样子啦 啊 怎么办了 哦 还有 父母亲 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像畜生一样的 孩子也有可能会 畜生的那种灵性 就会投进来 听得懂吧 明白 感恩师父 那他要 师父以前开始过 就是小孩子的骨头 来自于父亲 所以说这是父亲 父亲那方面的业障吗 有可能 父亲就是骨头 母亲就是肉 所以叫父亲母血 血是养肉的 精是养骨头的 听不懂啊 嗯 对的 对的 那师父 他想问一下 他需要念什么经 给小孩 会好一点 念什么经啊 好好地念 念心经啊 给他念大悲咒心经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 然后再问一个问题 呃 有时候我们想到 菩萨的时候 想到呃 或者听师父说法的时候 我们浑身会有一机灵的感觉 就是好像呃 每个毛孔都在射受 师父的智慧之光 但是有时候呃 嗯 就是有人说呃 灵性上身也会有那种 一机灵的感觉 对啊 那菩萨 菩萨上身的时候 他也是经过你的身 就人家说灵性的震撼呀 灵魂的震撼呀 那么灵性上身的时候 他也是要震撼你的呀 一个正的 一个邪的都会 我就举个简单的 你就知道了 比方说你突然之间很亮 是不是眼睛要一机灵啊 嗯 突然之间让你到了黑黑暗暗的地方 你是不是眼睛也是一机灵啊 啊 是的 加起来不就两机灵 哈哈哈哈 好了 感恩师父 那我们怎么分辨呢 就是是不是完全靠当时的意念 比如 一机灵 一机灵的话 听人家讲菩萨讲什么 这种机灵是正能量的 不会带给你寒冷 如果是那种不好的机灵的话 那就会给你带来寒冷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好了 然后就是 是不是取决当时的状况 就是脑子里的念头有关系的 对啊 好了 好 感恩师父 再有个问题 快点了 没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不能再问了 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的人莫名其妙摔一跤 他怎么分辨 就是 互法神在惩罚他 还是灵性在搞他呢 你自己要感觉的呀 最近经常做噩梦不啦 经常倒霉不啦 经常头痛不啦 如果有这种情况之后 再摔一跤吗 肯定是灵性呀 也是取决于他当时的念头 对啊 如果 老感觉倒霉的话 摔一跤吗 肯定是灵性 如果是真的 这两天关节不是太好 如果没有去掉灵性 灵性的概念的话 那就是说明骨头是比较软弱 或者这个骨髓体产生一种变化 所以让你腿发软 突然之间摔一跤 那分辨得出来的呀 你自己一激令就知道了吗 嗯 好的 你不是整天想激令吗 好了 感恩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像师父这样熬夜的话 是不是应该多喝汤呀 喂师父 你不是说问 你不是问三个问题吗 你第四个问题 我就不予回答了 那行 那我不问了 那师父多喝点汤好吗 经常熬夜的话 我告诉你 实际上就是要多补充水分 知道懂吗 人体是靠水分来坚持的 人体可以一个月不吃东西 但是不能离开水 嗯 对 听得懂吗 明白 感恩师父 那师父你要多喝水 多喝汤 早点休息 早点睡觉好吗 好 谢谢你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辛苦了 拜拜 师父 师父 我再说几句 不能说了 不能说了 没时间了 再见了 多保护你的腰 感恩师父 再见 我们好好休导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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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会不一定是 такое 给tern 睡觉 很厚 别晴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